你想要多大了 你是大了十岁了 小的八岁了 我儿子今年十一岁了 特别恨我 我赌博啊 我因为什么东西离婚啊 他都一千二十 到现在跟我说话都不说 我也三年多没看到过他了 其实提起这些事儿心里挺酸的 他们总要明白的 知道吗 他们总会明白的 你想一下 现在他小 他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等他们打来以后 他们总要理解他 你老婆 现在再还完了 他也不肯跟你在一起 我刚才给你发钱一月的时候 发了三年 其实他昨天过程都是两年 让我两年之内 买套房收货 然后 在下礼拜 再翻新一下房子 我算了一下 最后还得四十三万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好事儿啊 你跟我说是三年之内搞四十三万 如果说是他说想要一个房子 想要一个家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曾经给过他们这么大的伤害 他肯定要有足够的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我刚开始是以为说 他说让你三年赠四十三万干嘛干嘛的 如果说不是直接提及钱 我觉得你这个家庭 你不要轻易的说散了 一个家庭真正的散伤了 很难受的 特别对小孩伤害特别大 肯定很难受 毕竟赞经济挺好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想有什么项目没有卖 怎么等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准备都去抢 哎呦 这么说 没有经济支撑的爱情 肯定是不长久的 这个经济呢 就得 就得你现在去创造 你老婆这个事情上 他也没有完全的错 那如果说你老婆是为了钱 是因为你贫穷了 一定要跟你离开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 必要去纠结 那如果说只是为了要一个家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说是为了要你 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 才愿意跟你在一起 哇啦我就觉得 没必要了 那说明他 这个心啊 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有的时候 我们该放手的时候 还是要放手 傻脱一点 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 谁离开了谁 一样都可以活下去 我以前倒是很明白 现在不过就是人到我身上 就没那么明白 你要弄清楚 你老婆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你老婆是想要个家 要个安全感 对 你分析了一个问题 分析得非常好 我这个脑子现在 我都没想到这 没想到这一块 他如果说只是为了个家 那你 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你就算赠不到43万 只要你拼命的 努力的 他看到的 他一样会留在你身边 你要理解你老婆 一个正常的人 看到毒鬼是很怕的 因为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事 他跟你过过这种 担心受怕的日子 在他的内心 可能缺少那么一个安全感 知道吧 他就想要个家 所以要求真的不过分 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 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 感谢观看